1 2 3 大家一起喔 1 2 3 幾名警銷人員奮力的拉著傷者 陡峭的地形增加了救援的困難度 現在會翻掉 會翻掉 趕快進去下面 鄰著大雨持續救援行動 警銷獲報一名男子 在海拔1000公尺的烘池 0到7.5公里處不勝滑落山谷 胸腔還有背部非常疼痛 意識是清醒的 他平常都一個人來山上嗎 然後有個山下這樣子到救援 昨天意識清楚趕緊送醫 警銷出動了53名人員前往救援 大家都有抽筋鐵腿的現象 還喝鹽巴水表示比較不會抽筋 第一頭被南山區傳出 讓惠妹的舅舅協同兩名同伴前往山區 結果迷路不慎滑落西邊 阿妹的大哥與三哥前往救援 先前就是先做一個地形的勘察 他們上去之後 誰知道說就走私了這樣子 所以三哥是來救他 對啊對啊 由於不知道傷者正確位置 僅消花了8小時 才順利在3號凌晨4點 將他救出 目前知道傷者胸部疼痛 但意識清楚 已經緊急來送醫 記者來往前台東採訪報導